手機靠近收銀台NFC感應 第一聲就可付款 Google推出的Android Pay 一日宣布在台上線 民眾只要持有Android KeyKit 4.4 或以上版本 這位新手機或平板都可支援 綁卡要透過手機掃描信用卡 並輸入簡訊驗證碼後 即可完成綁定 打開Android Pay的App 然後這裡有一個加號 按下加號有新增信用卡 新增一張卡片 那這裡我可以直接掃描 那我可以選擇用簡訊來驗證卡片 我的信用卡就成功的被加入了 有別其他國際行動電子錢包 Android Pay整合Google Map的功能 可偵測周圍的商家 有何特別商品優惠 第一個就是我們會有訊息推播 如果你原本手機裡面 就有存有會員卡 或是禮券 折價券 當你走進那家商店的時候 Google Map就會自動推播 提醒你說可以使用 這個商家的禮券跟折價券 那另外當然就是說 你交易之後你會有那個交易記錄 交易記錄裡面也都會有 那個Google地圖出現 Android Pay 有等待有一段時間 可是事實上全世界 待也只有一年多了 那麼已經超過一萬種不同的手 目前跟58家合作實體商家 包括了量販店 家樂福 全聯大論發 搜購百貨 又或是連鎖零售商區城市等等 不過首波合作銀行 目前只有中國信託 和第一銀行兩家 今天開始推出 使用Android Pay的這個手刷 會有10%的回饋 那每戶是上限200元 Android Pay宣告進入台灣市場 再加上已經在台上限的 Apple Pay和Sanson Pay 三大國際行動錢包 全數到期 靠各自不同優勢強勢戰 經濟日報又是米震警茂 台北報導 雲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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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丸